各位或许不知道世界上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 但是当我说起马拉多纳 你肯定恍然大悟 没错 它就是阿根廷 可你知道为何它距离我们最远吗 阿根廷又是个怎样的国家呢 今天海峰带各位详细了解 马拉多纳所在的国家 阿根廷 等等 为啥阿根廷是距离我国最远的国家呀 这里海峰先为各位科普一个知识点 对拓点 地球是个两极烧扁 赤道掠骨的不规则球体 在这里我们就把地球近似的看作一个规则的球体 我们所站的地方与地心的连一条线 然后延长这条线 该延长线所经过的地表的另一个点 就是距离最长的那个点 这两个点就称为对拓点 意思就是说 假如我们从中国的某一处向着地心直线挖地球 那么最后我们就会从阿根廷的某一地出来 清楚这一点后 我们就飘洋过海到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去看看 提起阿根廷 想到的一是探戈 二是足球 三是牛肉 是的 华丽高雅热烈奔放的探戈舞 源于阿根廷 被阿根廷人视为国粹 以自由洒脱风格闻名的阿根廷足球 早就风靡世界 多次获得世界杯冠军 并且先后涌现出天王级球星 马拉多纳和梅西 是阿根廷的骄傲 阿根廷被称作牛背上的国家 是世界上第二大牛肉生产和出口国 其探烤牛肉更是声名远扬 阿根廷位于南美洲东南部 它东兵大西洋 南与南极洲隔海相望 西陵至里 北与玻利维亚巴拉圭交界 东北与乌拉圭巴西接壤 沟土面积达278万平方公里 居世界第八位 是拉丁美洲 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国 路上边界线长达25728千米 海岸线长4725千米 2013年底 阿根廷有人口4145万人 居世界第32位 阿根廷地势东高西低 西部是以安地斯山脉为主体的山地 纵贯南北3000余千米 约占全国面积的30% 东部和中部的潘帕斯草原 是著名的农牧区 北部主要是格兰查科平原 多沼泽森林 南部是巴塔哥尼亚高原 海拔6964米的阿空加瓜山 为南美洲的万峰之关 拉普拉塔河 巴拉纳河 全长5580公里 为南美第二大水系 阿根廷大部分国土 被森林和草原覆盖 耕地资源丰富 具有发展农牧业的天然优势 因而被誉为牛背上的国家 南美粮仓 生气品种及畜牧水平 在世界均占先进地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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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